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エルサです。 大家好,我是エルサ。 那上周呢,我们做了N5文字语会的测试。 那这周呢,我们接着来做这套试题的文法测试的部分。 好,那我们开始吧。 好,那这就是这套试题的文法的部分了。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問題1,问题1。 括弧に何を入れますか? 在括弧当中要加入什么呢? 1,2,3,4から一番いいものを一つ選んでください。 那依旧是从1,2,3,4当中呢,选择一个正确的选项。 首先呢,我们来看例子。 例。 これ、鉛筆です。 这个。 これ就是这个的意思。 鉛筆、千比。 那这个什么什么千比です。 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选项。 那很明显这道题呢,是要让我们选一个住词。 好,首先第一个选项に。 に呢,表示动作的归着点。 比如呢,バスに乗ります。 乘坐巴士。 它表示的是一个动作的归着点,所以在这里不正确。 第二个选项,お。 お呢,表示他动词的作用对象。 比如,コーヒーを飲む,喝咖啡。 那,お的后面呢,我们一定要跟一个动词,表示他动词的作用对象。 コーヒーを飲む,喝咖啡。 所以第二个选项呢,也不正确。 第三个,わ。 わ表示提示主题,所以第三个选项是正确的。 これは鉛筆です。 这个是铅笔。 これは鉛筆です。 那第四个选项,や。 表示并列列举,所以呢,也不正确。 那に和お这两个著词呢,我们其实在之前的常用文法当中呢,也讲解过了。 那我会把链接呢,放在影片的右上方。 大家有需要呢,可以去学习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一道题。 日本什么什么ラーメンは? 美味しいです。 日本什么什么ラーメン,拉面,美味しい,好吃的。 日本什么什么ラーメン是好吃的。 好,第一个选项,に,我们刚刚说过,它表示的是动作的归着点,所以不正确。 第二个,の。 の表示一种所属的关系。 所以の呢,在这里是正确的。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です。 日本的ラーメン很好吃。 那ラーメン和日本呢,是一个所属的关系。 第三个选项,を,我们刚刚说过,是它动词的作用对象。 那它后面呢,不是动词,所以第三个也不正确。 第四个选项,え。 え表示方向,比如, 西へ行く,去西边,它表示一个方向,所以第四个选项呢,也不正确。 好,我们来看第二道。 我呢,有两个兄弟姐妹,兄弟,就表示兄弟姐妹的意思。 弟弟妹妹。 那根据我们的常识,肯定是弟弟和妹妹。 好,第一个选项,わ,表示提示主题。 弟弟是妹妹,不正确。 第二个,も,弟妹妹です。 も呢,表示爷怎么怎么样,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私はチョコレートもケーキも好きです。 我喜欢巧克力,也喜欢蛋糕,所以在这里不正确。 第三个选项,と,と就表示和什么什么,所以第三个选项呢,是正确的。 弟弟妹妹です。 我呢,有两个兄弟姐妹,弟弟和妹妹。 第四个选项,看得表示一种不确定,所以不正确。 好,接下来第三道。 山下说,田中,昨日,昨日,昨天呢,どこかに出かけましたか? どこ,是哪里,か呢,表示不确定,出かけました,就表示外出的意思。 那么田中,你昨天有没有去哪里呢? 那田中说,いえ,いえにいました? いえ,不,不,没有,否定回答。 いえ呢,就表示家。 いえにいました? 不,我昨天在家,我没有外出。 好,我们看第一个选项,第一个选项,で。 で呢,最常见的就是表示地点,那不正确。 第二个选项,わ,表示提示主题。 田中呢,你昨天有没有去什么地方呢? いえ,いえにいました。 不,我在家里。 所以第二个选项呢,是正确的。 第三个,お,お,后面要跟动词,那这里没有,表示他动词作用对象。 第四个,に,に表示动作的规矩点也不正确。 ハーディス到,タクシーで,在地市上の英書。 次の角を右随随随曲曲ってください。 次就是下一个,角就是脚,拐脚的意思。 次の角,下一个拐脚,右,右,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曲がるの順番是,转折,转弯的意思。 那下一个,拐脚,右,转。 B说,わかりました。 好的,我知道了。 那第一个选项,か。 か呢,就表示动作的主体。 比如,雨が降る。 下雨,它表示的是动作的主体。 雨。 所以这里呢,不正确。 第二个,や。 や,我们刚刚说过,它表示并列列举。 那也不对。 第三个,か。 か表示不确定性。 不正确。 第四个,に。 に呢,我们说它可以表示动作的规矩点。 次の角を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在下一个拐脚呢,向右转,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曲がる是,转弯。 那转弯,向哪里转弯呢? 向右。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它这里呢,也可以表示一个方向、目的。 好,接下来第五道。 昨日,私は一人、映画を見に行きました。 昨日、昨天、私は一人、一人就是一个人、映画、电影。 映画を見に行きました。 昨天我一个人去看了电影。 好,第一个选项,か。 か表示提示主题。 那这里不对。 第二个,お。 お表示他动词作用对象,这里不正确。 第三个,で。 で呢,在这里有一个用法,表示行为者的数量。 昨日、私は一人で映画を見に行きました。 昨天呢,我一个人去看了电影。 所以で呢,在这里表示行为者的数量。 那我们在讲で的用法当中的影片当中呢, 也有讲到这个用法。 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去学习一下。 第四个,わ。 わ我们表示提示主题不正确。 好,接下来第六道。 山下说, 今日パーティーがありますから、 田中さん、来てください。 今天呢, 有パーティー。 田中さん、 田中呢、来てください。 请来。 那田中说,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谢谢。 好,首先第一个选项, に。 に表示动作规矩点不正确。 第二个も。 も表示也。 今日パーティーがありますから、 田中さんも来てください。 今天呢, 有パーティー。 田中呢, 你也来吧。 好, 那第二个选项是正确的。 第三个や。 表示并列列举不正确。 第四个で。 で, 我们刚刚讲过它的一个用法表示, 行为者的数量。 所以不正确。 好, 接下来呢, 第七道。 田中说, この帽子は山田さん、 シマシマですか? 山田说, はい。 この帽子。 帽子呢, 就表示帽子。 那这个帽子是山田、 什么什么吗? 山田说, はい。 那我们根据常识肯定是, 这个帽子是山田的吗? 第一个や表示并列列举不正确。 第二个は, は表示提示主题也不对。 第三个の。 の我们刚刚说过它有所属的关系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第三个选项是正确的。 この帽子は山田さんのですか? 这个帽子是山田的吗? 那山田说, はい。 是的。 第四个か表示不确定性也不正确。 好, 第八道。 駅まで、 タクシーで、 1000円、 什么什么です。 駅、 车站、 まで、 表示中点。 那到车站、 タクシーで、 乘坐計程車呢? 1000円、 1000日元。 好, 第一个选项、 ぐらい。 ぐらい呢, 可以表示大约的程度。 所以第一个选项呢, 是正确的。 駅まで、 タクシーで、 1000円ぐらいです。 到车站乘坐計程車呢, 是1000日元左右。 大约1000日元表示一个大致的程度。 第二个、 など。 など呢, 表示什么什么等等, 什么什么等等, 它表示一个列举, 不正确。 第三个选项、 ごろ。 ごろ呢, 通常跟在时间点的后面。 比如, 大约三点的时候, 它表示一个大致的时间点, 所以不正确。 第四个、 も表示一言, 也不正确。 好, 第九道。 A说、 さよなら、 再见。 B说、 さよなら、 また、 什么什么。 那这是一个说再见的对话。 好, 第一个选项、 おととい。 おととい呢, 表示前天, また就是, 下一个、 再一个的意思, 那肯定是要是说, 接下来的时间点。 所以, 过去的时间点呢, 肯定是不正确的。 また今日、 也不对。 不能说今日、 また今日、 また来週、 是正确的。 さよなら、 また来週、 再见、 下周见、 また来週、 また今月、 也不正确。 好, 接下来第十道。 私の母は50歳です。 我的母亲呢, 50岁了。 父は55歳です。 父亲呢, 55岁了。 母は、 父、 什么什么、 5歳、 若いです。 母亲、 父亲、 5岁、 若い呢, 就是年轻。 那肯定是母亲比父亲年轻5岁, 是不是? 好, 第一个から。 から呢, 我们可以表示原因, 也可以表示起点, 但这里呢, 不正确。 第二个まで。 まで呢, 表示终点, 也不对。 第三个, より。 より就是, 比什么什么, 所以第三个选项呢, 是正确的。 母亲呢, 比父亲年轻5岁。 好, 第四个选项, 什么什么の方が, 什么什么の方が, 表示什么什么, 这一方怎么怎么样。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我有两支笔, 然后朋友问我说, 你喜欢这一支还是这一支, 那我会说, こっちの方が好きです。 我喜欢这一支。 所以它表示的是, 这一方怎么怎么样, 所以呢, 也不正确。 好, 第十一道, 子供, 小孩呢, いただきます。 我太动了, 吃饭了, 是不是? 那母亲说, 食べる, 什么什么, 手洗いましょう。 吃, 什么什么, 手洗いましょう。 洗う呢, 是洗, 洗手吧, 那肯定是吃饭前洗手, 是不是? 第一个选项, 那第一个选项呢, 是正确的。 什么什么, 通常有两种接续, 第一种呢, 动词的词书型加上, 第二种呢, 名词加上, 加上, 那这里, 是一个动词的词书型, 所以呢, 第一个选项正确, 第二不正确。 如果这里是, 食肌的话呢, 第二个选项呢, 就是可以正确的。 食肌呢, 它可以是一个名词。 第三个, あと, 之后, 那不正确了, 应该是吃饭前洗手, 对不对? 而且あと呢, 动词的他型加上あとに, 所以呢, 这两个都是不正确的。 好, 第十二道, A说, 東京でも雪が降りますか? 在东京也会下雪吗? 雪が降りますか? B说, A振りますよ? A是, 东京也会下雪呀。 でも, 但是呢, 去年はあまり, 怎么怎么样?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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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まり, 一看到あまり呢, 我们就想到あまり的用法, 它后面呢, 要跟否定形式表示, 不太怎么怎么样。 好, 那知道这一点之后呢, 我们首先排除了三次, 因为后面要跟否定式。 那再来, 去年, 去年, 是过去的时间点, 所以呢, 再排除第二个, 所以第一个选项是正确的。 でも, 去年はあまり振りませんでした。 但是呢, 去年没怎么下雪。 好, 第十三道, 河で在河里。 A说, 見てください, 快看, 小さな魚がたくさん, シュマシュマ, 小鱼呢, 有很多怎么怎么样呢? 那比说, 本当ですね, 真的呀, 三十匹くらいいますね。 大概有三十多条呢。 匹, 通常表示鱼的时候呢, 我们用这个量词, くらい, 我们刚刚说过, 表示一个大约的程度。 大致呢, 有三十支呢。 好, 第一个选项, 泳ぎます, 泳ぐ呢, 是游泳, 泳ぎます。 第二个选项, 泳ぎません, 不游, 第二个肯定不正确。 第三个, 泳ぎました, 游过了, 不对, 因为现在他们正在讨论这件事情。 第四个, 泳ぎます, 正在游。 所以第四个选项呢, 是正确的, 第一个也不对。 ている的形式呢, 就表示一个正在进行式, 表示一个状态。 小さな魚がたくさん泳いでいますよ。 那有很多鱼正在游呢。 好, 再来第十四道, 中川说, 山田さんのそのカメラはいいですね。 山田的那个カメラ照相机呢, 真好啊。 どこで買いましたか? 你在哪里? 買いましたか? 買う是买, 你在哪里买的呢? 那么山田说, いえ, 不是, これは兄に什么什么, 这是哥哥怎么怎么样。 好, 那这道题呢, 是要选一个瘦瘦动词。 第一个, あげました。 あげる呢, 表示, 我给别人什么什么, 所以第一个不正确。 第二个, もらいました。 もらう呢, 就表示, 我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什么, 所以第二个是正确的。 これは, 兄にもらいました。 这个呢, 这个呢, 是哥哥给我的, 我从哥哥那里拿到的。 第三个, 壮りました。 壮る呢, 就表示, 卖东西, 所以不正确。 第四个, 買いました, 買う是买, 也不正确。 好, 第十五道, 玻璃料理の上手の作り方を、 也不正确。 也不正确。 什么也, 我什么也, 读了鸡蛋料理的很好吃的做法, 不正确。 第三个, 首先呢, 我们肯定后面要加一个, 就表示, 我不确定我在哪里读过了, 可能是某个书上, 杂志上, 所以呢, 用, 再来呢, 我们要选, 这里的就表示, 我在某个地方读过, 鸡蛋料理很好吃的做法。 我们说, 表示方向, 所以不正确。 这里的, 就有点相当于, どこかで読みました。 我不确定我在哪里读过, 我不确定我在哪里有看到过, 鸡蛋料理很好吃的做法。 好, 所以第四个选项是正确的。 玻璃料理の上手的作り方を, 何かで読みました。 好, 再来第十六道, 電話で在电话里。 本田说, はい, 本田です。 是, 我是本田。 北山说, 北山花子です。 我是北山花子。 すみません, 不好意思, 什么什么。 然后本田说, はい,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ね。 はい, 请稍等你一下。 好, 第一个选项, ひろこさんをお願いします。 什么什么をお願いします。 我们在电话当中呢, 就表示, 请帮我转。 ひろこさん, 请帮我跟ひろこさん通话。 所以我们第一个选项是正确的。 すみません, ひろこさんをお願いします。 不好意思, 我要找ひろこさん。 第二个选项, ひろこさんをください。 请给我, ひろこさん。 不正确。 第三个, 你要跟ひろこさん说话吗? 那当然不对啦, 我本身就是要找这个人的, 我还会问别人说, 你要跟他说话吗? 那第四个选项和第三个选项的意思呢, 是一样的。 ひろこさんと 你要不要跟ひろこさん说话吗? OK, 问题一呢, 我们就做完了。 我们发现, 他会考察一些常用的注词的用法, 以及一些, 比如像这里的瘦瘦动词啊, 或者是日常的绘画当中的一些讲法。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问题二, 那要加入黑色五角星的是哪一个呢? 一、二、三、四から一番いいものを一つ選んでください。 那还是从二、三、四当中选择一个最适合的选项。 好, 首先我们看例子。 A说什么什么, か? 那是一个问句。 B说, 山田さんです。 是山田。 好, 我们来看。 那这个呢, 就是要我们把一、二、三、四呢, 给他排成一个正确的句子。 再然后呢, 把黑色五角星的地方的选项是哪一个给他选出来。 好,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选项, 他末尾是什么什么, か? 再问一个问句。 好, 我们看。 ですはあの人誰? 那首先第一个, 这里肯定是です是不是啊? ですか? あの人誰? は? 那第一个主语呢, 肯定要是三是不是啊? あの人, 那个人是谁呢? 所以五角星的地方呢, 是第四个选项。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根据, 他已经给出来的地方呢, 去把正确的句子给排列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十七道。 店で在店里呢, 田中说すみません, こだもの什么什么か? こだもの水果。 那不好意思水果什么什么か? 还是一个问句。 那店の人, 店里的人说こちらです, 在这边。 那我们根据店里人的回答呢, 应该可以推断出, 田中应该问的是, 不好意思水果在哪里, 这样之类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一二三四这几个选项。 首先, こだもの水果, 那接下来呢, 肯定是需要一个注词, 是不是啊? 那肯定是三, こだものは, 那接着, 我们说水果在哪里, は, 那接下来肯定是哪里, 所以是一, こだものはどこ, 那接下来, あります和に, どこ, 什么地方にあります, 去把是在什么什么地方, 所以呢, 是四, 二, すみません, こだもの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不好意思, 请问水果在哪里, 那店里人说, こちらです, 在这边, 所以呢, 五角星的地方是第四个选项。 好, 再来第十八道, A说, 山下在哪里呢? B说, 隣の部屋で, 隣, 隔壁, 旁边, 部屋, 房间, 那在隔壁的房间, 什么什么, しています, 正在隔壁的房间, 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 練習のギターを, 那么根据这个选项, 这几个选项肯定能推断出, 是在练习吉他, 是不是? 好, 我们首先看, 那这几个选项哪一个呢? 隣の部屋で,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选项, 我们现在已经根据B的答案推断出, A肯定问的是, 你怎么去公司, 或者是, 你用什么工具去公司, 那肯定是, 第四个和第一个肯定要连在一起, 那你用什么去公司呢? 那这里呢, 肯定是四和一, 那去公司, 我们刚前面的试题有讲过, A呢, 可以表示方向, 所以呢, 那最后呢, 只剩哇了, 那你用什么东西去公司呢? 那B说, 私は歩いていています, 我走路去公司, 那么五角星的地方呢, 是第四个选项, 再来第二十道, 山田说, ジョンさん, 宿題は全部終わりましたか? ジョンさん, 宿題作业, 那作业呢, 全部是全部的意思, 全部, 終わりましたか? 終わる是完成结束, 那ジョンさん, 你作业都写完了吗? ジョンさん说, いえ, まだです, 不, 还没有, ここ, 什么什么, 这里怎么怎么样, 最后の問題は難しいです, 最后, 最后, 那最后的問題呢, 是问题, 那最后的问题呢, 難しい, 很难, 那最后的问题呢, 很难,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选项, 是简单, 那么根据这个选项呢, 我们可以推断出, ジョンさん他说的是, 这里什么什么简单, 最后的问题很难, 那应该是一个前后, 是一个转折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里第三个, 是ガ, 所以这里句尾呢, 肯定是ガ, 这里很简单, 但是最后的问题很难, 好, 我们看一下剩下的, は簡単でした, まで, 好, 首先呢, 这里, 和咖咧用的呢, 肯定是簡単でした, 很简单, 那只剩は和まで了, 那么如果这里写は的话呢, ここはまで, 肯定是不正确的句子, 所以呢, 只能是, ここまでは, までの文可以表示终点, 那ここまで, 到这里呢, は, 是呢, 很简单, 簡単でしたが, 但是最后的问题呢, 很难, ここまでは, 簡単でしたが, 最後の問題は, 難しいです, 好, 所以五角星的地方呢, 是第二个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21道, 本屋で在书店, 杨さん说, 私はこの本を買います, 我买这本书, アンナさんは, どんな本がいいですか? アンナ呢, 你想要什么样的书呢? 那アンナ, アンナ说, 私はもう少し, 什么什么がいいです, 我呢, もう少し, 再稍微, 怎么怎么样, 好, 我们看一下这几个选项, 本, 簡単な, 那后面呢, 肯定是要名词呢, 我们就看是, 本还是日本語了, 假如是本呢, もう少し簡単な本, 再稍微简单的, 书, 日语, が, が, 那这里有两个が, 所以不正确, 所以呢, 我们这里肯定是, もう少し簡単な日本語, もう少し簡単な日本語, 哎, 我们现在发现, ほん和が, 只剩ほん和が了, 在这里, 不管先写ほん, 还是先写が, 这个呢, 句子呢, 都是不成立的, 所以呢, 表示我们刚开始, 这两个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再转换一下思路, もう少し, 我们把它去掉, もう少し, 我们把这里换成, 日本語, 再稍微, 日本語が簡単な本, 那再稍微日语, 简单点的书がいいです, 我呢, 觉得再稍微日语会简单一点的书呢, 比较好, 私はもう少し, 日本語が簡単な本がいいです, 好, 那我们在做这道题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 把这四个选项呢, 不断的自己去试, 看一下哪一个排列呢, 这个句子才能够成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問題3, 问题3, 22から26に何を入れますか? 22到26之间, 我们要加入什么呢? 文章の意味を考えて, 那考虑文章的意思, 1234から, 一番いいものを一つ選んでください, 从1234当中の选择, 一个最正确的选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で勉強している学生が, 那在日本勉強, 勉強し学習, 那在日本学習的学生呢, が好きな店の文章を書いて, クラスのみんなの前で読みました, 在日本学習的学生呢, 好きな店, 喜欢的店, の文章を書いて, 知了, 喜欢的店, 这样的文章呢, 在班级前读,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文章, ケンさんの文章, ケンさんの文章, 私は寿司が好きです, 我呢, 喜欢寿司, 寿司, 我喜欢寿司, 日本には, たくさん寿司屋がありますね, 那在日本呢, 有很多寿司店, 私の国には, 寿司屋がありませんから, 在我的国家呢, 没有寿司店, 今, とても嬉しいです, 现在呢, 非常的, 我非常的开心, 日本に, 什么什么, いろいろな店で食べました, 日本に, 什么什么, いろいろな店で, 在很多店呢, 我都吃了, 那当然是吃了寿司,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二个选项, 行くから, 行ってから, 首先呢, 我们看, 第一和二肯定是不去, 不对的, 他说日本に, 他现在呢, 是来了日本, 这个ケンさん呢, 现在是来了日本, 所以呢, 我们肯定要选, くる, 而不是行く, 那第三个选项, くるから, 也不正确, 第四个, きてから, 才是正确的, 動詞的て形呢, 加上から, 什么什么てから呢, 就表示, 什么什么之后, 那日本にきてから, 来了日本之后呢, いろいろな店で食べました, 我在很多店都吃了寿司, 好, 那所以呢, 二十二道第四个是正确的, 那再接着, ケンさん说, 学校前の店は安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那学校前的店呢, 很便宜又很好吃, 寿司が好きな人は, 那喜欢寿司的人呢, いっしょに, 什么什么, いっしょに呢, 就表示, 一起, 那喜欢寿司的人呢, 一起怎么怎么样, 好, 我们来看第二十三道, 行きましたか? 去了吗? 不正确, 行きませんか? 那第二个呢, 是正确的, 这里呢, 寿司が好きな人は, 喜欢寿司的人呢, いっしょに行きませんか? 是在表示一个邀请, 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吃寿司呢? 喜欢寿司的各位, 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吃呢? 他在表示邀请对方, 邀请大家, 那行っていましたか? 和行っていませんか? 这两个呢, 都是不正确的。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第二篇文章, 明治さんの文章, 明治さん的文章, 私は駅の近くの本屋が好きです。 我呢, 駅、 车站, 近く、 附近, 我呢, 喜欢车站附近的书店, 駅の近くの本屋, 什么什么, 大きい店です。 那车站附近的书店, 是一个大店, 那这里呢, 很显然, 我们要选择一个住词, 我们来看一下, か, か呢, 表示不确定, 那这里呢, 肯定不正确, 这明治さん已经说, 车站附近的书店, 什么什么, 大书店, 所以か不正确, ど呢, 表示和也不对, の呢, 表示所属的关系, 那这里也不正确, 第四个和呢, 是正确的, 表示提示主题, 駅の近くの本屋は, 大きいお店です。 车站附近的书店呢, 是一家很大的店, 外国の本も売っています。 外国的书呢, 也有在卖, 私の国のも, 什么什么, 我的国家的, 也怎么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25道, も, います, います呢, 表示, 有人, 所以不正确, 这里我们讲的是书, 読みます, 读, 私の国のも, 読みます, 那这里呢, 就不对了, 他没有有说本, 第三个选项, あります, 有某些物品, 有某件物品, 所以第三个选项呢, 是正确的, 他这里说, 外国の本も売っています, 那这家书店呢, 也有卖外国的书, 私の国のもあります, 也有我的国家的书, 所以呢, 第三个选项是正确的, します, 不对, 好, 再接着, そして, 私が好きな料理の本も多いです, 另外呢, 我喜欢的料理的书呢, 也有很多, あしれ, 本はいつも駅の近くの本屋で買います, 那书呢, いつも, 经常常常呢, 在车站附近的书买, 这家书店呢, 有很多我很喜欢的料理的书, 我在这家店买很多书, 那感觉全, 前后呢, 是一个因果关系, 因为呢, 这家店有很多我很喜欢的料理书, 所以呢, 我常常在这边买书, 但我们来看一下26的选项, だから, 所以, 所以呢, 第一个选项是正确的, 因为这家店呢, 有很多我很喜欢的料理的书, 所以呢, 我常常在这家店买书, だから, 本はいつも駅の近くの本屋で買います, 那第二个选项, では, 通常表示, 某件事情开始或者是结束, 比如, 马上开始课了, 那么我们开始上课吧, 那么我们要跟别人说再见, 某件事要结束了,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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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所以第二个选项不正确, 第三个, それから, 表示, 然后接着呢, 什么什么也不对, 第四个, でも, でも表示一个转折, 所以也不正确, 所以呢, 第一个选项是正确的, 皆さんは好きな本屋がありますか? 那大家有没有喜欢的书店呢? OK, 那这一套文法的试题呢, 我们就做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做一下这套试题的读解的部分, OK, 那这就是这套试题文法测试的部分了, 那接下来呢, 还有读解的部分, 我们会在下个视频当中呢, 进行讲解, 好,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记订阅关注点赞, 那么下个影片再见, 次回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拜拜,